。 What's up, Dog? 聊一聊豆尾和黑豹乐队。 我认为,其实每个人都认为,黑豹的第一张专辑,同名专辑,是C号的。 据说我们买的都是盗版。 但是,是我们第一个大陆真正的摇文。 而且里面还有一首歌叫《留下油灯光》。 据说也不是黑豹的作品,非常不错。 Like my beard。 说一说,有人说是豆尾成就了黑豹乐队。 没有豆尾,黑豹乐队就完蛋了。 确实,其实在一定意义上,确实可以这么讲。 咱这个分开了,揉碎了,细细的讲。 首先,从创作方面来讲,大家可以看看第一张专辑里面。 其实,豆尾,以作曲来讲,豆尾有四首作品。 其他的,就是李同或者其他人,应该是豆尾和李同站了一半。 做词的部分,豆尾有五首歌曲。 其中有两首歌曲,是豆尾自己的词和曲。 就是Don't break my heart, 还有一个就是怕我为你流泪, 或者怕你为自己流泪。 这两首歌是豆尾自己的词曲。 可以看出来,其实豆尾的风格, 还是偏向于抒情摇滚的风格。 但是,其实最早的听首歌, 达到电台的, 从我们这个电台, 大陆的电台放的歌曲是《无地自如龙》, 并不是Don't break my heart那首歌。 后来才知道Don't break my heart那首歌, 上了香港的排行榜。 第一首听到的歌是《无地自如龙》, 然后才听到Don't break my heart。 那首歌, 其实所有都是一样, 你去看这个摇滚乐队, 大伙还是喜欢听这个好听的歌。 所以说,就为什么说Don't break my heart那首歌, 上了排行榜。 也许这个《无地自如龙》也上了, 但是我们接触的头一首歌, 就是这个《无地自如龙》。 这首歌就是这么火的歌, 你看,并不是Don't break my heart那首歌, 其实是李同的曲, Don't break my heart那首歌。 Don't break my heart那首歌, 所以说呢, 从创作来讲, 从词曲的创作来讲, Don't break my heart那首歌, 并不是这个乐队的主力。 但是呢, 还一定要说的, 我特别喜欢Don't break my heart, 从他的个人专辑, 后来的《雁阳天》也好, 《山河水》也好, 《雨虚》什么也好, 我特别喜欢他的歌词, 还有《黑梦》专辑, 但是很可惜后来Don't break my heart, 就是提一下, 然后呢, 这是从他的词曲作曲, 词曲创作来讲, 其实呢, 豆韦并不是这个乐队的主力, 也可以说是主力, 一半一半, 站了一半, 也算是主力了, 对吧, 你说说, 没有他, 他行不行, 没有他, 那个《无敌自荣》也是李同的曲, 其他的还有其手会也是李同的曲, 对吧, 也许黄小茂的词是take care, 那首歌也不错, 没有他, 照样也可以说, 黑豹乐队也是比较成功的一个乐队, 然后呢, 就是乐队的编曲部分和制作呢, 这就不知道, 我没有地方可以查这个东西, 应该说, 所以说乐队的一般的编配, 这么说呢, 是乐队的成员的所有一起的力量, 你不能说, 没有人知道是不是这个是平均的啊, 但是呢, 是一个, 是一个, 是一个团体的团体工作啊, 只能这么讲, 具体斗维在里面占了多大比例啊, 我也没有, 没有, 没有办法说啊, 我也没有地方去查, 所以说呢, 这个不好说啊, 这不好说, 先放在一遍, 再讲啊, 就是说这个, 为什么说这个, 后来这个斗维离开了之后啊, 这个黑豹就好像就, 就, 就, 就完蛋了啊, 主唱后来是鸾树, 好像键盘手啊, 对这个唱, 唱确实, 跟斗维比起来啊, 确实不行, 摇滚乐啊, 摇滚乐最主要的啊, 摇滚, 不是摇滚乐, 摇滚歌曲, 这么说, 摇滚音乐啊, 带歌, 带词的, 就带歌唱那种, 主唱是非常重要的啊, 主唱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主唱啊, 就是, 主唱是怎么样, 是把你作品表现的啊, 怎么表现, 每个主唱都有不同的风格, 你有一个好的主唱, 在一个好的吉特首啊, 这个, 基本上这个乐队也没问题啊, 所以说呢, 黑豹乐的曲作再好, 词作再好, 你这个, 主唱不行, 就后来, 他后来换了主唱啊, 没, 不是斗维啊, 所以说呢, 就, 大伙就不太喜欢啊, 确实斗维, 把这个, 黑豹这个B歌给提高了, 把这个B歌提高了, 所以说呢, 从表现力, 一个乐队的表现力来讲啊, 主唱是非常主要的, 是非常主要的, 没有主唱啊, 不能就不能把这些歌曲很好地表现出来的, 主唱的演唱啊, 说他的演绎也是一种风格啊, 也是一种风格啊, 他的嗓音其实也是一种乐器, 他可以把这个, 作品呈现出来啊, 呈现出来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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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特的地方, 打一个比方啊, 就是说这个, 比较著名的游泳学队, Led Zeppelin啊, 对吧, 那是Robert Plant和Jim Page, 对吧, Jim Page当时找, 找主唱的时候啊, 就说, 如果找一个能和我的吉他相匹配的嗓音啊, Robert Plant的嗓音非常独特啊, 那种那种不男不女, 那种比较偏女性的那种声音啊, 比较阴柔的那种嗓音, 但是呢, 和这个Jim Page的这个搭档的一起啊, 是个完美的组合, 把他成为了世界第一流的啊, 这个Rock and Robin, 就是摇滚乐队啊, 后来两个人各自单飞啊, Robert Plant和Jim Page都没有再重新得到, 就是在当时所这个Led Zeppelin这个作为一个乐队啊, 所创造的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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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绩啊, 这种成绩都没有超越可以说吧, 个人都有自己个人的风格, 但是并没有超越Led Zeppelin啊, 所所达到的这种成就, 所以说呢, 主唱啊, 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乐队的一个部分, 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来讲啊, 从这一点上来讲, 这个斗维啊, 确实是这个给黑豹啊, 这个起了一个奠定性的作用, 或者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啊, 没有斗维的黑豹啊, 当时如果是发行地匠传记, 如果刚出来就是这个鸾术啊, 我想不会像斗维做主唱这么成功, 所以说呢, 斗维啊, 我个人来讲啊, 这个总体来讲啊, 说斗维的这个力量被高估了, 这一点并不准确啊, 你只能说是他的创作能力啊, 或者说的创作能力这一点上, 也许啊, 被高估了, 但是作为总体来讲啊, 把这个乐队拔高到这个相对的高度, 斗维并没有被高估, 他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